在福建闽南漳州 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有着数量庞大的民众信奉开张圣王陈元光 据史料记载 唐总章二年 公元669年 归得将军陈正 陈元光父子奉赵率87型将士 从中原河南光州故事开靶 难难芈月平乱 玉祖急需增援 将军陈正母亲魏靖 再次奉赵与二子陈寅 陈夫率部再从故事出发 支援陈正 陈元光所部 中大获权政 为平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午后垂拱二年 公元686年 陈元光奏秦与云霄建制出现 命名为张州 秉一规至世界宴役功 实现了从军事管制向地方行政转型 为唐朝拓展疆域 经略边陲做出突出贡献 其所属中原将士 军眷自此定居于张江 九龙江沿线 形成河洛闽南语系诺大族群 此后 开张文化的传言 犹如奔腾不息的张水 伴随其族裔往南海与台湾等地 企图开拓 沿波洛籍的族旅风墙 成为后来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祖先 因此开张圣王信仰在海里外有着重要的位置 现在每年农历的2月16 11月初五 云霄陈元光祖庙都会和来自各地的将士后裔 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为更好的弘扬传播开张圣王文化 团结凝聚族群后裔 由陈元光故居 燕义宫等多个单位 共同统筹策划 推出开张姓氏制 仿古绘本连环化系列丛书 丛书第一册 开张祖母魏妈 魏靖是陈正之母 陈元光的祖母 陈元光后裔 即开张将士后裔 借尊称其为开张祖母魏妈 开张祖母魏妈 以史料出土文物为依据 结合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合理推导出魏妈 从出生成长成家立业 辅佐丈夫 辅佐子孙 开疆兔兔 造福丧子 流芳后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展现出经国不让薰伪的英雄气概 开张祖母魏妈 内容丰富 绘画装真精良 连环化通俗易懂 能更好地起到 传播开张先贤们的历史功绩 后续将录取推出 开张将士87个性式系列丛书 喜欢的朋友 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 互动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